林十三还真有汤城一品的房子 而且今天晚上还让我们入住军越国际酒店 林十三牛皮 大佬不愧是大佬 好气 林十三你真是毫无人性 军越国际酒店说包就包了 有钱真好 我要这么有钱也不至于到现在都找不到老婆 有汤城一品又怎么样 还不是很小 林十三不愧是般若的老板 连我也没有买上汤城一品的房子 他都能搞到手 现在才八点多 等九点之后 你带我们去看看你汤城一品的房子怎么样 可以 我晚点带你们去参观 切 我倒要看看 你能整出什么样的房子 今天高兴我要高歌一曲 中文字幕 Memor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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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余总,你带着余虹墙传我的包间,不大合适吧? 余谦亲自来,他是逮者不善啊 余谦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能打的人 在商界能文能武的老总里,余谦算得上是其中之一 林先生,余虹年纪轻不懂事,得罪你了 我给你道歉,还请你高抬贵手,饶了余氏集团吧 我没看错吧,魔都汽车龙头企业的总裁,竟然压着自己的儿子给林十三跪地磕头 真不愧是魔都汽车龙头企业的总裁 一具年纪轻不懂事,就像把事摘得一干二净 余总,余虹得罪的人是丧彪,你们找我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林先生,你不是彪哥的大哥吗? 只要你愿意,余氏集团都可以给你 余谦当然知道林十三不会这么轻易撒手 甚至也做好了把余氏集团拱手相让的准备 只要能保住余虹,付出再多的代价都可以接受 那可是余氏集团啊,价值百亿的大集团 就因为得罪了丧彪,竟然就直接把这百亿拱手让给林十三了 其实余谦并不愿意拱手相让 只是他不得不让,因为只要林十三不开口 余氏集团明天就会在丧彪的打压下不复存在 一个百亿集团的生死就掌握在林十三手里 一个余氏集团很厉害吗? 我能让丧彪整垮一个余氏集团 我也能再弄个余氏集团出来 既然你不给余某这个面子 那就别怪我了 小子,我余千一一当百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 林十三,快闪开